如果我们二人之间家庭事业一定要要选一的话 那我会选她家庭 这招漂亮啊 你杀呀 职业女性的存在就是不合理的 先别着急批判我啊 听我慢慢解释 相夫教子 自古就是女性最重要的事业 我们现在就和社会什么情况 男男女女都投入就业的大军 事业赚钱第一家庭第二 结果是生育率降低职场竞争激烈 如果让已婚的女性都退出劳动力市场 不仅可以解决生育率就业率 还能创造家庭和谐 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最好的成长条件 有没有道理 我认同 我反对啊 秦女士不高兴了 秦女士你别误会啊 我这是发自内心的为你们这些 已婚的女性在谋福利呢 如果您太太给您提供同样的生活 你是不是也能安心地回家 开开心心地做一个家庭主妇呢 呃 这问题是这样的啊 不是我不愿意 是我觉得我不胜任 如果拿家庭上的任何一个问题 来让我和我太太去处理它 一定会做得比我好 所以啊 可能几个亿的并购案 对您来说易如反掌 但您却无法胜任 比如说照顾孩子 打理家务 照顾老人这样的工作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为 家庭工作难于社会工作呢 所以您之前说的 让职业女性回归家庭 那不就是变相的生殖减薪吗 秦律师好变才啊 啊 虽然我也不太同意大臣的说法 但事实上啊 女性在于事业和婚姻之间 出现矛盾时 往往都会选择家庭 嗯 变律师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嘛 对 小谭同学 如果你的女朋友 以不结婚为条件 要挟你 让你在事业跟家庭里面选一个 你会怎么选 大方同学 嗯 你太太跟你说 生活压力太大了 希望你能减少工作 多回家陪陪孩子 不然就离婚哦 你会怎么选 老沈 嗯 嗯 你老婆希望把唯一的女儿送出国 接受教育 现在要移民哦 你去不去 所以呀 我觉得 事业跟家庭这种选择 并不是只有女性会面对哦 秦律师对男人有偏见啊 完了 我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怎么办呀 这个问题呢我来回答吧 我太太呢不是对男人有偏见 她是太过热爱自己的工作 无论是谁 跟她工作上有冲突 她都会毫不愿意将对方 列入敌方阵营 这一点上面我深有感受 当今社会下的环境呢 男性的确更占据优质 甚至被鼓励更重视事业 可事实上呢 女性也不一定都适合主持家务 男性也不一定都是职业精英 我太太是个非常好的律师 工作能够给她带来 成就感和荣誉感 远远超过工作 能够给我带来成就感和荣誉感 如果我们二人之间 家庭事业一定要二选一的话 那我会选她家庭 这招漂亮啊 丽莎呀 感谢观看 三杯 nicer majors 只 阅